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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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各位來賓 大家好 2012青年尬科學 聽說讀寫大雷台預算 比剛剛全數高一段落 那現在最緊張的評審講評 即將開始 我們有請陳主任 OK 各位 陳主任大家好 我們現在還不是最緊張的時刻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要宣佈名次 在宣佈名次之前 我們要聽聽看這幾位評審對你們的看法 當然你們也看過歌唱《星光大道》 你們知道那些講評很多是心黑手大 不過他們在做節目那也不是一個重點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等一下我們在宣佈的時候 是宣佈12隊將來要進入副賽和決賽 也就是說12隊以後會有6隊 6隊進到直接進8強 另外的6隊以後會要在10月26號再比一次 其中的2隊也可以進8強 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 你們一定要聽好我們後面的話 包括我在按獎評的 也就是說我們讓你們有更多學習的機會 可是學習分兩個面向至少 我們剛剛在那邊評分的時候 我聽了獎評們談的一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你們要有學習的對象 我相信這個是等一下獎評他們會 所以會提議你們一些 建議你們一些可以去學習的對象 學習的對象以後我可以深重的告訴你們 你們學我比學劉寶傑 絕對是將來的希望更大 不只是得獎的希望更大 你將來成為一個比較好的演說的 這個學者演說的方式的那個表達的方式 不過如果要表演的話 當然我承認我大概不是為了我表演 可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除了學的對象以外 你還是要練習 正好這些方面在台灣本來就是相對不足的 不過我想我應該少講一點 我們第一位要出來講評的 那就是我們的護理系高文權教授 剛才陳主任講說 那個講評 起碼在電視上面的講評 這個心狠手蠟燭 越獨舌 OK 越舌 都把講話講哭的 這個越受歡迎 不過因為我們今天這個青年尬科學這個活動 其實是恐怕是台灣第一次敗了 台大Case創舉 那我們固然一方面要批評 這個要有娛樂性 你罵人這個 總是有人喜歡聽的 只要不是你被罵的話 那麼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其實也要鼓勵大家 所以我想我們大概都有某種的這種 我起碼我自己認為說我這個 這個心不夠狠 這個手不夠辣 可是我們知道 大家早上還好 那已經誰已經預告了 我們最後有個大號 所以這個 這個我也預留大家有期待的心情 到最後才真的是高潮 這個獎評的高潮 那我就先講一點鼓勵的話 剛才這個陳時分提到說 我們就講科學 把科學當作故事來講 各位同學可能沒有太好的這個典範來模仿 其實我們東西都是模仿 因為像科學 科學本來就是西方 現代科學 現代科學來講是西方意境的東西 那因為西方它這個科學在西方的這個土壤產生 是有他們的文化背景 所以在西方這個學習科學或講述科學 就有很多例子科學 那在我們這邊是真的比較平發一點 那無論如何這個 我還是先說明一下 為什麼說科學故事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一方面我們喜歡聽故事這好有 我們喜歡聽歷史故事 可是歷史故事就是歷史情節把它怎麼樣 這個你總是要有真有簡 把這個表面上看起來是這個 這個單調的歷史事件把它掰出一個故事 有主角有配角有這個好人有壞人 這樣觀眾喜歡聽嘛 因為我們人就是有偏偏喜歡這個聽故事 聽精彩的故事 懸疑的故事 那科學故事也應該是如此 只是我們可能平常在上科學課的時候 這個老師就好像只是 就是像我剛剛講說這個交代歷史年代一樣的 這個評估持續的這樣過去 其實這個做科學研究就是在講一套 講一個好的故事 我這邊很短時間我講這個最著名的例子 這個在人類文化史上面 文明史上面非常著名的例子 就是日星說跟地星說的區別 那麼各位可能在從小開始就知道說 從小刻就知道說是日星說是對的 地星說是錯的 所謂地星說就是宇宙繞著地球在轉 而日星說是宇宙繞著太陽在轉 而地球是造成太陽的 那可是到底地星說的這個精神或者是優點 大概課本不太平 事實上地星說這個存在了近兩千年 廢房的時代起碼有一千五百年 才被這個日星說所取代 這個地星說非常符合我們所每天看到的這個自然現象 譬如說我們這個你晚上往天天空一看就知道說這個 這個星球就是看到滿天星星 然後一天這些星星一天很規律的到地球一周 你固定的時間去看這個星星 因為白天比較爆發 因為白天有陽光亮亮你看不到這些星星 可是晚上沒有陽光的這個干擾 所以你就很容易看到說某一顆星星在晚上兩點鐘它就固定出現在哪裡 這個你們就把它叫做恨星 可是有一類星星呢 它也是一天到地球一周 可是它會流走 就今天晚上12點跟一個月以後晚上12點不一樣的位置 可是它仍然是大致上是到地球這個一天一周 所以你很自然然就創造出地星說 這是講出一個故事 就是你觀察到的現象把它這個 有一個故事的形態把它整理出來 就是所有的星球都是到地球而轉的 而且這個從古希臘開始 人們就在這個故事之後 配合上了很精準的數學幾何模型 能夠很精準的預測或者是紀錄預測 算出這些星球的位置 為什麼這很重要呢 因為你透過星象可以來定你的日曆 而定日曆是任何一個王朝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起碼全國各地大臣要來開會 你要跟他講說我們是禮拜什麼時候什麼時刻 這個大家都要一次 所以這個定這個日曆是各個文明都是認為第一的大事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占星 因為各個文明也都有一種想像就是天上的這個星象 會跟地面上的這個事情有某種的對應 所以皇帝的命運跟天下是有關的 所以各個文明都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在這個地心說的理解之下 人們已經建造出一套非常精準的數學模型來描述這些星體的運動 就是因為他非常精準所以才能夠被沿用那麼久 可是儘管沿用那麼久 仍然有人能夠從同樣的數據 同樣的現象裡頭去掰出一套新的故事 那這個是非常不得了的一個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一個觀念能夠載至人類文明有1500年以上的時間 你其實這個能夠想像說我還有另外一套的想法 這是極端不樂的事情 那大家可能知道那一位先生就是哥白寧 而哥白寧就是發現說你只要把宇宙的中心從地球搬到太陽 一切的故事都會變得更簡單 更以他的觀點來講更一切更恰到好處更漂亮 那你們也都知道哥白寧講述這個話在當時是不被允許的 因為這個宗教理由 因為這樣的講法跟一些宗教書局的記載是不相符的 所以他不太敢講 他只要到死的時候才敢把他的這個學說 把他這個公布出來 所以這個一個漂亮的故事在當時是受到壓抑的 因為跟當權者的這個意識形態不符合 然後又過了這個數十年 近百年才一直到咖哩略 這個也是大家知名的故事 咖哩略受到教廷的審判 就是因為他支持哥白寧的這個日新說 那為了要說服社會大眾日新說是對的 哥 咖哩略寫了一兩本 這個我們現在回國頭來看的話 是名著 OK 可以說是跟牛頓的所謂叫做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一樣你可以列說我們過去2000年來 這個影響人類這個文明發展的名著 那這個咖哩略的書 兩種主要世界系統跟兩種新科學可以列在裡頭 咖哩略的任務是很艱巨的 因為你怎麼說服人家說 我們現在大家都在地球泡太空船上 我們大家都不動啊 OK 我常常跟學生講說 這個就是一個最奇怪的一個事情 我們都知道 我們感受不到我們在運動 可是咖哩略要說服大家 我們的確在運動 你看他要克服的困難有多大 可是終於他做到了 他終於他做到了 他在做到這些事情的過程 他必須要創造新的概念 也就是要講出新的故事 而這故事他要能夠提出證據 讓大家這個理解說 這個是一個比較好想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科學常常講說 有新發現 新發現就是發現新現象 可是有時候科學的進展 經常是並不是發現了新現象 就是即便這些現象是早就知道了 是舊現象 我們只要用另外一種眼光來看它 比如說我們換一部眼鏡來戴 來看這些舊的現象 就我剛才講的 最有名的歷史 是新說的第一次的改變 現象沒有改變 可是你就從亞里斯多德的觀點 這個就改到這個 戈白尼、戈利潤的觀點 就就講出一套新的故事 那這個在歷史這種課本上面 這種事情是理念不先 人會可以從好人變成壞人 就從壞人變成好的 那我們科學也是嚴格講 地心說並沒有錯 因為只是坐標轉換 你不能說是它錯 就某個觀點來講 它並沒有錯 可是我們現在都接受了日心說 所以不了解說 原來這也是一個故事觀點的改變 所以科學研究 我們即便是沒有去談論說新的現象 即便是舊的現象 你給予新的詮釋 這個在某個角度說不定是更是具革命性的 那我其實時間已經到了 不過我馬上又從這個 因為講了第一個故事 發現說我還是要再提說 有沒有另外一個人在說 我說地心說日心說是同樣的現象 可是你講故事的方法不一樣 就是叫做革命了對不對 因為戈白尼革命是大家都聽過的 我例如說又跳到二十世紀出 艾斯坦的國王相對論 同樣的重力現象 牛頓說是由於有力的關係 所以這個地球繞太陽 艾斯坦說並不是 而是因為時空是彎曲的關係 所以同樣的現象 可是它又提出一種更美妙更有想像力 更有趣的一種觀點 那這個當然又是另外一次的革命 那就是對於時空的這個觀點的這個革命 所以這個講故事 講出一個好的故事 跟做好的科學研究是同一回事情 OK 好 我就先把這個積極的鼓勵大家說 學著講好故事 那我希望你們也以這種期待聽好故事的心情上課 挑戰老師 要老師把故事講出來 好 您的時間的確到了 可是您對第一組到第四組的鳥平嗎 基本上因為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們這個因為典範看得不多 所以我們的這個同學呢 首先在這個直接涉及說 我們到底演講的主題是科學 所以可能產生額外的難度這件事情 那當然是一定的 因為科學反而是比較難的 你必須要自己有比常人更多的融位貫通 你才能夠講出你的故事嘛 就算是你不講出人的故事 你要讀懂別人的故事 這個並不是你簡單學一個什麼 一加一等一二這種 極限式的學習方式就可以補到 不過這個事情不談 就是一般性的而言 我注意到我們的同學上台之後 常常是沒有那種充容自在的那種表現或是性情 所以常常是就是看我注意到 並不是說我現在特地講什麼的 我想的那個有同學是他就是看那一半 他不敢看這個怪獸 那由於你沒有這種充容的心態在講你的故事 所以就會怎麼樣 就像背稿一樣 就越講越快 所以大概上午 我負責任的試隊可能稍微好一點 可是總體來講大概幾乎每個 對 講七到八分鐘 對 都沒有講完這個十分鐘 OK 所以這個表示說我們的這個演說的 或者是面對大眾的這個講故事的經驗不足 因為你經驗多了以後 像我我其實大家也看得出來 我這個講話有時候也是口條不是特別好 嗯啊的然後然後 我也注意到很多的同學跟我有一樣 這種一些不必要的口頭才 嗯嗯然後 那可是我因為到底是教書教了二三十年 所以點皮就比較厚了 這個經驗比較多 起碼講話敢看著這個聽奏講 那我覺得這一些經驗都是要這個 有機會來才能夠磨練出來的 所以這個就是 PACE我想他辦的這個是第一節 那起來是有意把這個變成是 PACE以後的經常的這個活動 所以就還是回到我一開始我講 我說我一開始我希望先講一些福利的話 OK就是告訴你們說故事是很棒的事情 如果你能夠做得好的話 因為聽好故事是很棒的享受 那隨著這個大家這個參與次數多了 經驗提升了我想總是會這個越講這個越好 故事是越好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你是特別講的 你會特別記住 所以你後面會 來 蘇老師 我們歡迎蘇教授 好 各位老師是會同學 還有各位來賓喔 該怎麼講呢 我們都是因為當老師 所以一邊當老師一邊學習怎麼樣教書 然後教了很多年之後發現 這是我深深的感覺 尤其我在run 開始經歷這個寫作東西之後 我發現最好的老師就是最會講故事的老師 你如果可以幫你的課本講的跟 然後每一份你要講教材 如果像一個故事講 剛剛高老師這樣子講的話 可能你的學生你就抓得住你的學生 所以我們今天的比賽是說故事 那我覺得做評審喔 你有很多細部的事情你要考慮 但是你也有一個整體的東西要考慮 那個整體的東西就是 當你們站在這邊的時候 你抓得住抓不住喔 你是不是可以抓得住喔 因為那就是講故事嘛 要不然人為什麼要聽故事呢 是不是原覺家說 人類一定會可以用 可以用隱喻的方式來思考 所以人類可以講故事 那人類為什麼要講故事 因為大部分人都喜歡聽故事 那那個故事呢 你必須要像 你還記得你小的時候 如果你坐車子 你要開很長的路 你就會一直問你的父母說 還有多久要到 他就會講到半個小時 十分鐘 如果你沒有時間乾淨 告訴你說可能一個距離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他在給你一個路標 他在告訴你 你還要等多久 然後你就會騷歪鼓掌 你就不一直吵 說還沒到 還沒到 還沒到 那講故事也是一樣 我們希望你一開始 就給我們那個路標 所以我們需要你告訴我們 你的題目是什麼 因為你抽到一本書 這麼大的一本書 剛剛高老師講 你不可能講一本書 所以我們希望你告訴我們 你的題目是什麼 那我們是聽眾 我們就會有期待 因為你給了我們路標 我們就會沿著你的路標這樣去走 但是你一上來 你都沒有給我們路標的話 我們怎麼知道 你要帶我們到哪裡去呢? 這樣子我們當作聽眾就會很累 因為我們就要一直跟著你轉 而且還要替你想太多東西 替你合理化你的邏輯到底是什麼 所以竊題的一個重點是 你要告訴你的聽眾或者是你的讀者 你要帶他到哪裡去 那麼這個可能是我覺得 在竊題這個方面 我會希望你們以後 在講故事的時候 可以先讓你幫你的聽眾做好這個功課 那竊題之外 我們還想看你的表達對不對 那個表達有很多的面向 表達呢 有語言的表達 有肢體的表達 那剛剛高老師講說 你們眼睛不願意看著你的聽眾 那就是你的nonverbal 並沒有做好對不對 你很緊張 那我們都感覺到你的緊張 你以為我在這邊不緊張嗎 我其實教書教了30年了 我還是很緊張 但是適度的緊張是很好的 因為適度的緊張 會把你的潛力發揮出來 然後呢 你要站在這邊講故事 那所有的故事就是有詮釋的問題 其實所有我相信 我很高興聽到科學家講說 這個日清說、地清說也有詮釋的問題 因為我本來以為 只有人文社會學科有詮釋的問題 因為詮釋是很重要 詮釋就代表你的觀點 所以我們不要講科學的東西 你去看雍正王朝的故事 他可以是一個好的帝王 他可以是一個不好的帝王 就看那個作家怎麼樣去詮釋 他所做的事情 OK 那我們現在講的 不是真正歷史上的事實 就是說你要把他刻畫成一個什麼樣的人 那就是你講故事要帶來我們走的一個方向 所以你的態度你的觀點 要可以讓我們真的感受到你在的地位 是不是 我們可以認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其實你講故事 我們已經講過 我們希望他是有結構的 他的結構就是說起承轉合 你的開始剛剛有好幾對 其實他開始非常好 他給我們一個故事 他就是在或者他給我們很多的問句 那這些問句當然就是一個明知苦問的問句 那這樣子你就會吸引我們 照著你要我們去聽的東西往下走 然後這個結構呢 除了是有開始之外 你要講的主題是不是有層次的鋪陳 你應該有一層一層的領導我們 譬如說有一對講得非常好的 他可能就告訴我們這個化學跟歷史的關係 然後他在present的過程中 他就一直會帶我們重複的代表這邊來 同時我們需要有個結尾 因為你看你聽音樂或你看一個小說 如果他是沒有結尾的 也許有人說那是最好的戲劇 但是事實上你在這麼短的故事 小孩子聽過是最後一定問你說 那然後呢 然後最後呢 王子跟公主怎麼了 我們需要一個結尾 那你的結尾 可以是把你講過的東西再給我們講一次 那你的口齒應該要盡量的清晰 那我想我就針對這幾個部分 我跟你們一樣緊張 所以我還是要帶小鈔對不對 因為我還是會忘記 我想我要講的是說 然後就團隊的合作來講 我只有看到少數的警隊 是好像無縫的接軌 就是那個他叫simless的這個connection 就是他們之間 他們的合作是非常自然的 那個是我想看到的團隊 還有時間 我希望十分鐘 你們就可以把時間掌握得很好 太早結束或太晚結束 都不是好的現象 但是我想 因為是一個比賽 我希望你們把它當作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就連我們坐在這邊 做了一篇 也是給我們支持一個學習的機會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所以 一號加一些要再出來的同學們 一定要有題目 第三位要跟我們講評的是 周成功 周師教授 謝謝 我想剛才蘇老師已經把這個比賽的這個重點 就是怎麼去講一個好的故事 跟大家有一個很簡單的說明 我想我在这里也是继续苏老师在谈 我个人对讲故事这样的一个议题 十分钟里面你怎么去讲一个好的故事 我想讲故事一开始就是你从哪里切入 这切入点很重要 我想我们很多同学也都试着用 希望用表演 希望用一种很特别的形态来吸引大家的注意 从这里来切入到这个故事的主题 但是切入的这个方式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能够宣兵夺主 我常常跟我的同学讲 跟我的学生讲 我说你今天十分钟的演讲 你如果到了第二分钟的时候 坐在台下的还不晓得你到底要讲什么的时候 那就是你的失败 就是你切入点的失败 切入点最重要的是要吸引大家的注意 要引起大家的兴趣 然后要从这个切入点很自然的要转到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 那当然十分钟要表达一本书的内容是有非常大的困难 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在念书 我们念完书以后我们自己要去想办法把书的作者想要呈现的这个他的讯息 他想要传达给读者一个什么样的讯息 我们自己要把它整理出来 整理出来坦白讲不完全是只是反映作者的意图而已 因为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说 因为这个细胞的种子这本书是内容我比较熟 那它这个里面其实那个主轴不是那么样的清楚 那但是我们在今天我要谈这本书 我就必须自己要重新消化整理以后来拿出一个主题来 这个主题是一贯之的 那让大家觉得说这个逻辑 这个转折的逻辑是很严谨 那比如说我说这本书如果是我来讲的话 我也许就从1962年 就是我们就拿今年的两位诺贝尔奖的工作 来当做一个主轴的贯穿 从1962年 Golden复制青蛙 到1997年 陶丽阳 一直到2006年 这个山上弥生的这个工作 然后带出来这一个长达将近40年的科学研究工作呢 实际上是为替未来的这个 栽生医学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 全新的一个展望 那同样的我们说 比如说这个拿破仑的这个Code 17个故事 17个故事其实是很diver 就是很分散的 那我们要讲这一本书的时候 我就要想办法 你可以 从这个17个故事中间去特别选几个 是有连贯性的 就是说我们说 比如说我们讲谈这个历史事件 历史事件可以受到原物的影响 人物个性的影响 可以受到气候的影响 那在这本书里面谈到化学是怎么样去影响历史事件 但是这个 这个 就是刚刚苏老师讲的这个 剩下的这个八分钟里面你就要有一个架构 而这个架构是要很严 很严谨的是希望去传达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想法 那当然是最后最后的这个结语的部分呢 我想我们今天的二十组里面 大概只有两三组 稍微做到 大部分组都没有做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 今天我讲完故事以后 我到底要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结语 那特别是在这个表达这个书的内容之间 我讲一本书的时候 那我们说书念完一本书你总有一点感想 你自己的感想 你不是我比较愿意知道 我们觉得在读完这本书以后 我们叫做反思 读完这本书以后 到底这本书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反思 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冲击 甚至如果你如果更厉害一点的话 你可以提出一些你的讲评 你对这本书的评论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 我想这个架构本身其实都在那里 那每一次的 每一次的表达都是一次训练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掌握到这个 十分钟表达的一个 几个重点 掌握住这个重点 不断地去练习 那我想大家就会在以后的这个 这个表达方面呢 就应该会慢慢地有进步 同时也就是说告诉我们 我们在念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把这个阅读的这个内涵 依照我们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说故事的这种形式好了 想办法把它作为你消化整理的一个基础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在念任何东西的时候呢 就不会说念完了以后脑子空空空的 念完了以后 依照着我们刚刚讲的切入 这个掌握这个架构 跟一个最后的结语 那我觉得对大家未来这个阅读方面的 阅读方面的能力 也应该会有所帮助 我想我可以讲的对 同学们 告诉我舞台是给谁的 舞台是给谁的 周老师是吗 给你的 现在给你的 对 舞台是给准备好的人 那舞台是给谁 舞台是给明星 所以今天有两个很重要的是说 你准备好了吗 当你抽到题目 你只有一个小时准备 当你上台 你只有十分钟 所以唯有准备好的人 跟唯有明星 才会在这个舞台上面胜出 这个是我第一个要跟各位讲的事情 第二件事 这是什么舞台 这是什么舞台 我后面的这个布幕 嘎的讲得非常清楚 青年 嘎 科学 所以我们要问两件事 这个嘎 第一个 我们的主题是科学 第二个 我们是 你说书人是青年 青年跟科学来嘎舞台的时候 跟其他的舞台的比赛有没有不一样 这个各位要告诉我 那这个部分我不提供答案 但是我要讲 我们放在中间的嘎这个事情 嘎比赛大家都知道PK 所以你一定要看 要想想 你要PK的对手是谁 这个是刑而下的 我想要赢 赢在场的人 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讲说 科学跟青年这是两个主题 科学要对话 近赛的对象通常不是在场的 不是这20对 青年 为什么我们要找青年来嘎科学 因为青年是未来的希望 青年有梦想 所以也不是在现场的 但是当我们还是 因为我们都是脚踏实地的 当然我们是跟现场的比赛 可是有一个办法 可以超越我刚讲这个部分 就是我要对话的是 怎么样能够吸引人 吸引人 现场的人特别是评审 可以当作你试验的对象 可是另外有一个 今天整体的活动 我们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 是说科学故事如何能吸引人 所以同样的 吸引人 在场的人 在场的评审 只是让你当作练习的对象 所以我们科学的故事 你要吸引人 如果你不能够超越在场的人 你就没有办法变成明星 没有办法变成准备好的人 所以你们一定要有一个 这一个 就是要超越在场 只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才可以来尬科学 你才是符合青年 青年才可以变成典范 这个是我今天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个就是比较实质的 如果我们真的从比赛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刚刚前面三位老师都讲了 可是你要注意的是说 第一个 我们今天是透过科学 可是今天的科学 好几队你抽到的这个五本书 他的科学的主旨不太一样 有的是讲科学的知识 有的是讲科学家 有的是讲科学世界 不一样的事情 你的表现的方式 应该是不一样 但是我今天没有看到太多 针对这三个不一样的主题 而表达出你说故事的一个不一样的方式 第二件事情 十分钟 我刚讲给准备好的人 那你前面的一小时 当你抽到题目之后 最重要的是 你怎么样利用你过去所有的能力 你团队的能力 做好结构组织run down 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我上台的十分钟 我怎么办 你怎么胜出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你当场的能力 可能表现出来的 所以他还是为来 给准备好的人 给准备好的 想要当明星的人 那我这个明星不是综艺明星 是我刚讲的 你对当做一个科学家 我跟未来对话 我跟不在场的人对话的这种明星 我们的这个场子 这个舞台是给这种人 那最后再给我30秒 因为我的职责是针对13到16组 说故事要有人是十地物 那我刚刚还是讲结构性的东西 我还是希望有对象比较有人性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13组 14组、15、16 13组其实这一组最特殊的地方是说 能够把你的阅读的书籍 融入你自己关心的事情 你对教育有关怀 你把这两个我觉得整合的还不错 那14组能够掌握这本书的要旨跟呈现的方式 但是你们表达的方式跟布局缺乏亮点 就没有办法去吸引人 那15跟16 第一个时间的掌控都不太好 然后你对书本的内容 跟你所能够激发的想象力的表达比较缺乏 那我讲的这几点 如果这世主有入围的话 你们下一个阶段 希望你们好好这个改赛 谢谢 所以你要记好的事 所以要记好的事 就是在上来比赛的同学们要去创造一个 你在前面做的那个模式 是将来的人学习的对象 OK 当然我们这个活动第一次办 可是我们把你们所有在场上都录下来了 你赤螺丝的啊 你这个吊书包的啊 你所有的用都把你录下来了 那我们希望你在这个上面表演的方式 成为台湾将来这个活动的点赞 那你可能就是成功的 来我们最后的大炮 王道环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举这一个实验 我觉得我们是 不是一个评审 以及参赛选手的一个对比的关系 我们是合作的关系 我们来共同完成一个实验 那所有老师都说过 我们是喜欢听故事的一个很特别的物种 那我们喜欢听故事有很多的道理 因为人有七情六欲 这必然有故事 因为人生有悲欢离合 当然有故事 然后天下大事 合有必分分有必合 说不用说 用不了说了 那都是故事 而我们又知道 科学是改变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力量 所以科学发现的本身是故事 科学家的本身是故事 那科学怎么样改变历史 更是故事 我们期望听到的就是这一些东西 开始 那很不幸的 我们这一次 几乎没有一个对 他们能说出一个让我们觉得有头有尾的故事 最糟糕的是 说了半天 最后勉强有了一个结尾的形式 那个结尾是相当的浮显 没有办法支撑你整个说故事的奴隶 那这是让我们觉得最遗憾的 那话说从头 话说从头 我们这一个比赛 无论如何 是为了科学的目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大家说的是科学的故事 就简单讲 它的内容必须是有科学的 必须是有科学的 而这个传达的科学知识 必须是绝对的正确的 那今天在这一方面 我们看到的是几乎是全军覆没 几乎是全军覆没 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 关于科学内容的解释 不正确 不精确 最糟糕的 当然是不精确 那我们听到了不少的专用名词 可是对于这些专用名词的运用 我们发现似乎令人满意的 那我们看到了不少的表演 我们看到了不少的队伍 有表演的努力 而且事实上 我还可以看到少数几个队伍 对于他们在上台 想要表现的形式 也就是说的故事 其实是下了一番努力 只不过就是在结构上有问题 然后也许是缺乏练习的缘故 起程短和 基本上是不自然 非常的坚强 甚至有很多的跳跃的现象 所以这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共演的 特别是等一下宣布入围的队伍 我们期望在决赛的时候 大家能够在这一方面多加一点功夫 那说到评论 我特别注意的四组 那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最后一组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 在于缺乏科学的内容 而且对于费曼的介绍 都着眼于显而易见的那一些特质 什么有好奇心啊 切而不舍啊等等之类的 可是在我看起来 就是你在宣扬这一些 或者你在介绍这一些特质的时候 你假如能够放入 事切的科学的原理 或是他的科学的成就 那我们会觉得更令人满意 最糟糕的一点 那就是不断地重复 反复在一个母题上面做文章 譬如说费曼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 那我觉得出现一次也就够了 那你结果整个故事都重复两三遍 说费曼是一个很风趣的人 你知道吗 这一点你听到第三遍以后 你就会觉得他并不是很风趣的人 那当然在介绍数学书的时候 在我看起来是 我觉得对这个队伍是公平 那抽到数学书的队伍 我都是觉得他们是最不幸的一队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我的初中的数学老师 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到现在还会背 我还记得那个老师的名字 他就说数学是人类发明 迷惑自己又迷惑他人的东西 他是四大数学新写的 他编写的数学参考书 是我受益最大的一套数学参考书 所以要介绍数学的确是相当的困难 那我也看到介绍数学书的这一队 付出了特别的努力 不过很不幸 我必须要说那努力是不够的 努力是不够的 那我还看到有一队 他是讲干细胞的 讲细胞种子 那一队的中间是讲了一个 还算是有意思的故事 那就是讲今年诺贝尔养德鲁山中生命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本身是有趣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 你有十分钟的表演 那这一个故事在你整个表演里面 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 那其实是并不清楚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一个队在关于干细胞 在再生医学上面的可能的应用 有许多在科学观点上 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所以总完一句话 我再说一遍 科学故事 本身绝对是有趣的 可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科学的内容 科学知识必须精确 你假如没有精确的科学知识 假如你的表演也非常成功 那反而效果是适得其版的 好 谢谢大家 我看他们如果跟在评审的时候 所说的部分 虽然时间里用到了超过三小时 可是事实上还有很多没有说出来的 所以我们即使是在决赛完了以后 你们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case会持续的办工作方 就是这种表达 脸说或者表演这样的工作方 OK 让你们知道怎么样 阐述故事和科学内容的方式 好不好 好 紧张时刻到了 我要宣布头六强 也就是说前面的六队宣布出来的名字 就是直接进入最后十一月三号的八强的队伍 第一队 请早上第二队的欧阳楼 林韵山 赵雨晴 我叫个名字的请出列 到前面来 第二队是早上第三队的 吴震山 林小青 吴云如同学 请到前面来 第三队是早上第六队的 于义琴 简雨珍 詹心仪同学 请到前面来 第四队是早上的第七队 吴宏品同学 吴震苗同学 吴震苗同学 请到前面来 下午的十七队 郭亦军同学 陈一雄同学 杨中山同学 请到前面来 最后的是 最后的是下午的最后一队 刘伟杰同学 陈兆俊同学 张燕之同学 请到前面来 我们照一张照片 留恋以后 你们不要走掉 因为我们还有六队要宣布 请五位评审上台 与得奖同学合照 请评审 老师们到前面来 照一张照片 我要继续宣布后面的六队 他们才是最紧张的 谢谢 请教授 请教授 同学们 知道同学们 老师们也留到 后面的六队 你们在下礼拜五 二十六号晚上 要再上一次战场 可是不要忘了 你出来了以后 如果你真的成了两个 出现的队伍的话 你比他们前面的六队 又多练习了一次 说不定到最后八强的时候 反而是你们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所以我宣布 后面的六队 是上午的第一队 徐允兴同学 王志勤同学 韩世山同学 请到前面来 早上的第九队 李陈云同学 王彦成同学 陈立云同学 请到前面来 下午的十一队 陈彦颖同学 刘艺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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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刘艺廷 许伯顺同学 请到前面来 请上午的前六强的同学 现在靠右侧一点 前六强的同学 靠右侧一点 前六强的同学 靠右侧一点 徐伟顺同学 徐伟顾同学 请到前面来 第十四组的 洪恩玉同学 前雨恒同学 洪国清同学 请到前面来 最后一张的门票 是十八组的徐伟顺同学 宋孟顺同学 吕伯顺同学 吕伯顺同学 请到前面来 请大家再尽可能靠拢点 然后 最前排比较高的三位同学 麻烦跟后面的同学 跳一下 紫色穿紫色 跟后面的换一下 我们要所有人都入境 然后尽量往中间挤 大家往中间靠拢 往中间靠拢 往中间靠拢 好 好我们今天的比赛 所有预赛的活动 到这边全部结束 剩下的就是大家回去 用工作时间了 好不好 我把时间再交给司仪 那孩子的最后 不好意思 排上的 排上选手 排上选手 请留步 排上选手 凡是前六场的同学 现在请到舞台的 右手边 有一位记者会访问你们 来请那位记者举手 没错 请前六场的同学 到那边去 那请拜托的六场 过来这边 这边有另外两位记者 要访问你们 两位记者举手 对对对 我其实还要提醒 没有进前面十二队的 十二队的选手们 你们全部是优胜者 在11月3号 你们通通都有奖品和奖品 所以希望你们都11月3号 也参加我们的活动 好不好 在11月3号 在11月3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